比较感動片段是那個玲瓏依 就是在荷蘭那個出人屋的旅行家 雖然看似尋找自己尋根之旅 又看似很簡單 其實在過程中其實是非常有意義 而且到荷蘭的時候 他也是正正的去做尋根動作 然後看到一些手稿和當時的歷史呈現 那因為自己的問題通常也有可能是別人的問題 那這樣的話除了能幫助自己 也能為台灣做出一些發現和尋根